好 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去跟大家讲一讲层的基本操作了 那么层的基本操作啊 它有五个大的属性 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 分别是什么呢 你看看 这是我们的平移属性 对不对 平移的属性 而这个呢 是我们的旋转的一个属性 能看到吧 非常非常快速啊 那这个是一个缩放的 缩小于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按住小键盘上的零件啊 按小键盘上的零件 可以快速的预览 省得力每次都跌了 都点这个按钮了 当然如果你是那个 那个那个笔记本的话 那你就点一下 对不对 好 不透明度 就是清晰度的变化 有没有看到 好 定位点呢 就是一个旋转中心的一个问题 你看看 有的是以这个几何中心为中心的 有的是以角点为中心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五个效果具体的怎么样去 进行完成 好 首先第一点 我们来看看平移动化 怎么样去做 好 上一节看我们讲了 在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项目窗口 对不对 我们新建一个合成 新建一个合成 那么这时候直接找到 我们的那个 新建一个 随便你是720576的帕制式 还是在欧美国家 你用的N制式 我们呢 在这里面都不用 好 我们用HTTV720的 那有人说老师 我能不能用1080的呢 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你比如说HTTV1080的 对不对 都可以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用720的 为什么 这样子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能更顺畅 同学们呢 在做的时候 电脑的配置 也更省力一点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 把这边的时间呢 改到5秒钟就可以了 你不要30秒 30秒有点长 有点长 背景呢 我们用黑色的背景 黑色的背景 OK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的呢 在这个地方呢 不要用任何素材 新建一个全新的 这个 比如说形状层 对不对 我们新建一个全新的形状层 那么这个形状层呢 我们直接的呢 在上面呢 有一个形状工具 你直接在这边呢 框选一个工具就可以了 这个呢 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的简单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 把描边色给它取消掉啊 我们就留一个红色的填充层 好 这边呢 适合一下啊 适合就表示你正好看的大小 就是实际的大小 对不对 就是我们能 目前这个显示器啊 所容量的一个大小 平移最简单 好 我们先把这个 放到画面以外 一点点的位置 好 展开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变换的属性啊 展开变换的属性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位置啊 是不是有一个位置啊 那么你看啊 如果我要用A点移动到B点 那这时候非常简单 你就先在A点就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个 比方说你在参加运动会的时候 有一个口号就是哥就各位 预备 哎 在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有一个小的马表 能看到吧 这小的马表就是相当于你按下了 当那个裁判员说到预备的时候 那个小马表会往下一按 对不对 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都是用 而智能手表或者智能的这个电子测备去计时了 对不对啊我们儿时的时候是这样子 有这样的一个马表的这个说法的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马表用来计时的 好在起始的时候他 按下这个马表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去运动 哎几秒钟他跑完了全程呢 比方说四秒钟他跑完了全程 对不对按信号的键啊 那这时候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哎关键针是不是自动的去打点了 有没有看到这个点他是自动的结束的 哎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结束点是不需要你去打点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运动状态 哎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运动状态 那么如果你要去调整他的速度的话 非常简单 要么你增加我们减少我们的这个增加我们的路程 要么你说的缩短我们的时间 我们把时间缩短到一秒钟左右 你看这个速度会运行的非常之快 是不是哎好那这就是平移了 平移没有什么好讲的非常简单啊 好那么另外一个属性呢 叫做旋转属性啊 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直接的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按shift 这件画一个形状出来 振多边形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我们有注意的啊 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旋我们看看第二个旋转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中心点呢 我们要去做旋转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在这里面有一个旋转的属性打点 对不对 一样的打点啊 比如说在一秒钟的时候 我们旋转了两圈 两圈我们还多一点点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时候它的几何中心呢 哎并不在物体的本身上面 它是在整个画部的几何中心处 我们来看一下 能看到吧 哎它的这个旋转的这个 是在我们的画部的几何中心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这时候要把这个点调整到几何中心处 怎么去调呢 哎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工具 叫做什么呀 啊中心点工具 其实对不对 哎这个呢就是用来调整中心点的 我们来把这个点呢 把它移到中心点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个动画的话是不是看上去就 没有任何问题了呀 当然如果有人说 看上去怎么没有这种高速运动的这种 啊速度感啊 两点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总的开关 那整个项目的运动 当然我们还要对应到图层 哪些开关是需要加运动模糊的 哎我们在这边适当的加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高速运动的一个状态 哎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残影了 那么这时候你整个看起来的时候啊 他会更加的怎么说呢 更加的偏向于我们生活中的总很自然的一个感觉 嗯 好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讲了两个知识点 分别是旋转移与中心点的一个知识点 相信大家呢 非常的好理解 那么这时候就剩下了另外两个了 一个是缩放 一个是不透明度 那么缩放是什么意思啊 缩放的这个叫scale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快捷键呢 就是s 非常简单啊 我们在这里面一样的创建一个形状 那么中心点一样的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要把它的中心点 有我们的这个物理 这个整个的画部的中心 放到我们的对象的中心上面去 这是一点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变化点击一下 找到我们的缩放 先不要去掌握快捷键啊 这个倒是无所谓 对啊 完了之后呢 比方说我要在一秒 在这个地方 我要把它变到百分之两百 那变大了 我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要缩小的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在你你可以爱怎么折腾 怎么折腾 对不对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看 它的大小 对不对 它大小的一个变化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 回到其实的这个状态 来看一看 当然你可以循环播放啊 你也可以循环播放 这个是不是就是表示循环 循环的在播放了呀 对不对 就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方式 非常的简单 好 OK 那么关于缩放的 我们要先聊到这个地方 对吧 先聊到这个地方 好 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一个不透明度 那么不透明度的变化呢 它也是非常简单 直接右击新建一个 我们在这个地方 直接创建一个形状层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问题 在这个地方呢 找到我们的这个不透明度 我们的在起始针吧 我们在起始针的位置去打点 对不对 加一个不透明度 不去掉用旋转属性啊 那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变成零的 再过一段时间 又变成任意的 就是所以你这时候 你会发现我的不透明度的变化 它是随机的了 相当于对不对 其实你也可以加一个函数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不透明度的变化 是不是就有了呀 对不对 当然如果等我们后期 你要讲 想做出那种 散光灯的效果出来 那这时候的话 你就需要按住alt键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按住alt键 我们随便加一个 小的这个函数啊 因为不透明度的值 它的范围是0到100 最清晰的是100% 最不清晰的是0 所以你看 这时候它的动画就会 如果你再加一个 比较偏DJ一点的 那种音乐的风格 那么这时候 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画面效果呢 应该说是非常棒的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说 最后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关于这几个 这几个属性快捷键的调用 因为这几个属性太常用了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 快捷键的一个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点 我们说是平移 平移的英文单词叫position 对不对 那么它的快捷键呢 一般的都是我们英文单词的手字母 所以我们按一下p 那么第二个是旋转 旋转的英文单词又是什么呢 当然有人说老是啊 我的英文单词是水准 并不是非常好 那这时候你只能强劲 旋转的这个英文单词叫rotation 所以它的这个值叫做r 对不对 快捷键是r 那么问题就又加剧了 什么问题就是你看在这里面我们有了平移 但是它不能同时有旋转 有旋转就没平移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前面加一个shift键 所以我们这时候如果说shiftp 你看看位置的属性跟旋转的属性是不是同时都有了 好 那么缩放的就scale 那shifts是不是就多加了一个属性 shift始终有加的一个作用啊 你要记住Adobe的几乎所有的软件里面shift键始终都有加的作用啊 还有就搞啊 就是我们的啊叫透明度啊 透明度你就记中文单词 就这个中文的汉语拼音就可以了 透明度对不对 叫t 然后shift的t是不是就是不透明度的一个属性 对不对 还有个叫定位点是a a n c h o r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 所以shift加a 所以你看这几大属性的话非常简单 a表示定位点p表示位置 s表示作放 r表示这个旋转 t表示不透明度 好 那么我们说非常简单的一些关于成的基本操作 我希望大家呢能去弄明白 好 本节课呢 关于这个成的基本操作呢 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